不要说我没说过 因为Tom Thibodeau终于被fire了 还记得在今年球季刚开始的时候 有人问我吗 就说谁会这次被NBA球队给fire掉的总教练 当时我就讲了两个人 Foy Hoyberg跟Tom Thibodeau 终于这两个主角在我所讲的里面都被fire掉了 那当然了 我当然也许预测错误 因为在之前还有Tyronn Loo更早被他们fire 不过那是可想而知的一件事情 那为什么我说这两个人现在都变成 Tom Thibodeau被fire的主角呢 因为Tom Thibodeau带了最后87胜 107败离开了明尼苏大之后 现在听说灰狼队想找取代他的这号人物 就是Fred Hoyberg Fred Hoyberg这种这么好吗 他的公牛队战绩怎么样 115胜155败 胜率好像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那为什么明尼苏大要找他呢 话要说回 因为呢 他们的老板Glenn Taylor 我个人认为 是在这个NBA里面相当重感情的一个老板 当时呢 他把明尼苏大人呢 就是Flip Saunders 还有Kevin McHill这些人 都好像网络进了灰狼 希望可以在明尼苏大当地呢 有一个好的成绩 那他现在找Fred Hoyberg回来的可能性呢 就是当时呢 他不打球了以后 Fred Hoyberg还曾经在灰狼队当过 助理总经理 然后才去Isle State当篮球队的 Isle State当篮球队总教练 没错 所以看起来可能会找Fred Hoyberg 那为什么Tom Thibodeau会被fire呢 你还记得我讲过吗 在Jimmy Butler那一集的时候 我就讲说 Buller的问题这么的大 好像给了整个灰狼队一个黑眼圈一样 对整个球队来说 形象的伤害是很明显的 那我也讲为什么 Tom Thibodeau当时为什么 一直不愿意交易Jimmy Butler 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Jimmy Butler走了以后 Thibodeau知道他自己的工作也不保 那可是灰狼队找了一个还蛮奇怪的时间点 来fire Tom Thibodeau 因为呢他们终于赢了洛杉矶胡人队 然后结束了以后呢 据报道他坐在休息室里面 自己的办公室 然后突然总经理就走进来说 嘿我要请你走路了 怎么会在赢球以后fire一个总教练呢 其实也不要太意外啦 丹佛金块队还fire过年度最佳总教练呢 灰熊队也fire过年度最佳总教练 那暴龙队也fire了年度最佳总教练 所以赢一场比赛算什么 还是难逃走路的厄运 那为什么会走到这样子的一个地位呢 当然这个Tom Thibodeau当时 有无大无极大的一个权力 老板给他了四千万的薪水 让他来当总经理兼总教练 可是现在联盟所有这些兼总经理 当总教练的这些位置 看起来最后都是非常失败的结果 比如说Duck Rivers当了快艇队的总经理总教练 现在只能当总教练而已 那另外呢 老鹰队那时候给Burnhouse的总经理总教练 现在他也离开了 那另外还有活塞队也是给了 这个Van Gundy总经理总教练 现在也结束了 所以这个代表说 总经理兼总教练这样子的一个位置 我个人认为在联盟里面 应该是到了一个终结点 因为证明你用太大权力的时候呢 看起来你两项都是可能做不好 好了言归正传 那再看Tom Thibodeau 到底为什么被fire 因为呢 他当了总经理总教练的权力 非常的大 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没人跟他牵制 所以呢 在看他过去这几年运作 这个球队的战绩 其实19剩21败 在近年还算是OK的 第一年31剩51败 第二年47剩35败 让这个球队结束了 13年的 没打进季后赛的恐慌期 那为什么可以有这样子结束恐慌期的可能呢 当然就是在交易里面换来了Jimmy Butler Jimmy Butler的交易听起来好像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选择 可是呢 他付出的代价 当时听起来也不错啦 因为是膝盖坏掉的Zack Levine 你不知道他会好或坏 在联盟里面没有什么攻击能力 可是防守还不错的Chris Dunn 那还有第七顺位选秀的里面的菜鸟 Laurie McKinnon 听起来好像都是一些未知数 去换一个明星级的球员来 而且这个明星级的球员让你打进了季后赛 老板应该放鞭炮高兴庆祝才对 可是今年再看一看 他们这些未知数的球员Chris Dunn 居然真的可以在芝加哥先发 Zack Levine可能变成全明星 Laurie McKinnon 未来的全明星 所以变成这样觉得 老板是不是亏大了 两个全明星加上一个先发 换一个脾气火爆 跟球员没有办法相处 而且到处搞破坏的Jimmy Butler 还让organization里面呢 看起来好像多了一个霸凌 所有球员跟教练团的一个人 让他们仓促的把他送走 可是这件事情最后收尾 我觉得Tom Thibodeau处理的还蛮不错的 因为他借着交易换来了Robert Covington 以及这个Doria Sorich 那看起来好像一切都很顺利 为什么需要换他呢 因为在现在这个阵容里面 又回到了Tom Thibodeau老派的作为 什么老派的作为呢 想打慢节奏 想用强硬的防守 没有太精彩的快攻 没有让有天分的球员充分地做灌篮 跑攻Pick and Roll等等这样子的策略 那让比赛看起来单调无聊 以及没有吸引力 让整体的收费 以及观众进场的人数 居然调到全联盟第29名去 战绩不好 老板可以吃 钱没有赚要亏了 老板是不能忍受的 所以呢 这样子的一个理由 现在变成说 因为我们的计票的合约 要开始做一些销售了 我们要做行销了 可是我们球队好像没有太多行销的精彩度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你给fire掉 我们要找Fred Hoiberg来 大量的投三分 大量的打跑攻 大量的得分 所以呢 抱歉 Fred Hoiberg要两次取代你了 还蛮惨的 因为虽然你自己战绩不怎么样 可是你被取代的战绩比你更差的教练 更何况呢 我认为黑卫囊队已经开始有点起色了 因为他们的防守过去是 这个David Hoiberg的重点 从两年前的27名 到去年的25名 今年的排名第17名 可能想说17名 真的是进步了这么多吗 重点是 在一开季的时候 他们六胜八败的时代 他原来是排名第29名的 可是来了Covinton跟Dorio Sorich以后 这一段期间 他们的防守效率 这是排名第前10名的位置 也把他整体的排名 拉到了第17名 所以看起来 灰狼队的状况 是节节上升的 可是在上升的过程当中 他们没有办法忍赛 蒂波多的老派的思维 不使用板凳的深度 今年板凳用的比较多一点 所以Derek Rose起来 所以看起来 这样子进步的幅度 对老板Glen Taylor的口袋里面的现金 以及没有办法卖掉的门票 是格格不入的 这样子也种下了 他们现在要找回 Fred Hoiberg的一个原因 也把Tom Thibode的这个 在灰狼队执教 以及当总经理这段时间 给完全结束掉了 现在的代理总教练是Ryan Saunders 就是过去Flip Saunders的儿子 我认为他是一个称职的年轻人 而且球员非常的喜欢他 所以灰狼队的战机 不会因为Thibode走掉 而完全往下掉 In fact 事实上是 我认为灰狼队 搞不好在未来的战机里面 还会因为防守的变得强硬 而且更多的板凳深度 跟更多球员灵活的运用 反而是有上升的可能性 好了 以上就是这一集 好小的Kentley的内容 如果你对我对 这个Tom Thibode的想法 或者对灰狼队未来的评估 不太认同的话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来进行讨论 我们下集合下期再见 拜拜